现在去坐地铁啦 第一天下午六点 成都东站坐动车到重庆西站 吃了嫩火锅 然后在重庆北站 欢迎我到贵州省同任市 惨的是我们都在中铺 我对面的下铺 一整晚大路 火车晚上十二点出发 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左右到达 哇 现在是还不到早上七点 我脸都没洗 实在是太困了 昨天晚上那个下铺的大叔一直打呼 现在赶紧找个酒店去休息 睡了两个多小时 现在出门觅食 他们这个河 这个江吧 好漂亮呀 那里有个船 那边有沿江的步道 到时候可以走 中午下课时间 遇到很多放学的小朋友 然后在小十字这边逛一逛 吃一些特色美食 最后吃了卷粉和糯米饭 批发商城 闻着好香呀 在家乡的上 在家乎的上 在家乎的上 你们哪里的 嗯 这么大一个卷粉 裹了满满的料 只要五块钱 吃完午饭逛中南门古城 古城位于铜仁市中心地带 东南西三面明水 北面衣山 这个好看的小楼叫城宫馆 中西结合的专木结构风格 是保存较好的民国早期建筑 这个山真好看 那我们去码头 小楼 小楼 这个里面太好看了 感觉就是古代的客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土豆叫铁板土豆 就只有辣椒粉 望望古城准备回去休息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